那我現在就先把雞放上來 然後準備下鍋 超重耶 我們要離遠一點 我從那個縫隙看到它現在是金黃色 大概在等個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起鍋了 它怎麼變五股雞 我們得到了一隻炸拳雞 老闆我想問一下 這雞可以整隻拿它去炸嗎 不要啦 炸太大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努哥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把一整隻雞從頭到屁股 拿下去油炸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啊 這個願望就是我長大之後 可以無限量的把這個炸雞腿 吃到爆 吃到吐 因為小時候呢 我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吧 我們小學旁邊就有一個炸雞店 我現在收到零用錢 一個禮拜只有50塊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為了要吃一隻炸雞 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 直接準備一整隻槍開炸 我們來開始 好不好 完成我小時候的夢想 不不不不不不 OK 那就廢話不多說了 開工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油 給它燒開來好不好 我們要憑我們的 爐式料理法 來料理今天的炸拳雞 我啦 阿嬤我啦 你不要要 交給我船裡 我哪頭包子 這個 我要 阿嬤我要啦 好 各位 那我們這個油已經準備好了 現在呢 就是準備要來把這一鍋的油 給它燒開來 阿嬤你這個斗粒感覺也很好燒喔 不可以燒 不可以喔 我們現在頂著大概外面 50度的高溫 那我們現在呢 就等這個油 燒開來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雞了 炸全雞 兩包炸雞粉 炸 誒 嗚 嗚 你現在要洗手喔 農會買的兩隻冷凍雞腿 這樣子就有那種感覺了 人家都是炸雞腿 我們是炸整隻雞啊 有嗎 有這種炸雞的感覺了 可是現在重點是我們要怎麼把這個雞放下去油炸 厲害喔好多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雞放上來然後準備下鍋 超重耶 我們要離遠一點 我從那個縫隙看到它現在是金黃色 我們不能讓它只有外面炸熟你知道嗎 裡面也要是熟的 好OK 大概再等個五分鐘左右就可以起鍋了 它怎麼變五穀雞 我們得到了一隻炸全雞 我相信這一次雞腿一定會成功 那我們這個雞腿就兩個一起下去炸 來囉 這一次有那種雞腿喔 有 有沒有 有沒有像炸雞腿那種感覺 有有 這個有 爐式料理還是會成功的嘛 香味已經飄出來了 金黃色的 你要不要再補一點上去啊 我會推著白癡 哈哈哈哈哈哈 最好吃的 好啦各位 那眼前呢就是我們今天炸的這個五穀雞 不是啦 五穀雞 炸全雞 你也是 一般的炸雞腿 欸 超香的耶阿嬤 來來來我們先試吃好不好 我們先吃這個版本好不好 對 畢竟我們把這個雞從這個物種 炸成另外一個物種 我們先吃吃看我們的這個黃金外皮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們講 台灣炸雞網在這邊 我真的覺得這炸的剛剛好耶 熟的嗎 熟的 太扯了 謝謝 好不好吃喔 好吃喔好香喔 超嫩對不對 那個肉 哇 我跟你們講 什麼是完美比例 這個就是完美比例 那個油溫 控制的剛剛好 把這個皮剝開之後裡面是 哇 油光油光的 好吃啊 我要吃 你要吃嗎 吃一口 來 有沒有好吃嗎 好吃 是不是 OK好各位 那我們今天主要PK的東西呢 是 雞腿的部分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現在就來把這個 好 叔叔幫你用雞腿好不好 現在大家要開開了嗎 哇 同一種料理方式 炸出來兩種雞 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耶 剛剛那個就是真的 外面炸雞店的炸雞 這個直接變烤雞那種味道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的 瘋狂炸雞好不好 我個人是覺得 我可以去開一間炸雞店了 這個菜市場買的雞 雖然說被我炸出了 另外一種全新物種 但是呢 它的肉 我跟你講讚的 好吃的 那再來呢就是 那兩個雞腿 講實在的 就像外面賣的雞腿一樣 只是我的賣相沒有這麼好看 但是它裡面的肉呢 還有那個 金黃酥脆的外皮 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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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